我希望查出這個問卷裡面 是大專包含以上 就是說他學歷比較高的 第二個的話呢 他的月收入在三萬塊以上的 這些人到底他喜歡哪些雜誌 也許你可以延伸 不見得一些雜誌 寫哪些產品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把那些資料找出來 並且把圖畫出來 OK 那當然這是一個很活的題目 那其實怎麼做會比較簡單 我大概先說明一下 如果你是有交叉分析篩選器 就是2010以後的版本的話 那你只需要的 就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要學歷跟收入 所以我第一個呢 只需要在這邊插入兩個東西 一個是學歷教育程度 一個是月收入 這兩個面板 所以先把它拉出來 做什麼呢 你這個地方的話把它放旁邊 當然你可以做相關設 再來就是把大專 跟大專以上 兩個都選起來 不過特別注意喔 他預設只能選一個 你要選兩個怎麼辦 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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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講 對按Ctrl鍵 對很聰明 對 你之前用過嗎 沒有 那你怎麼會 用推的嗎 用拆的 這給你猜中了 就是按Ctrl鍵 對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都是 舉一反三的 不會沒關係 就是按Ctrl鍵 對 就可以了 他可以多選喔 OK 不是說只能選一個喔 OK 就是可以多選喔 再來的話 三萬塊以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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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嘛 所以你先選這一個 再按Ctrl鍵 選這兩個 這樣就OK了 這個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交叉分析器 你可以把它做出來的結果 OK 所以這個功能還蠻好用的 你可以這樣點點點 你會有個資料出現 這個可以用在工作上 還蠻好用 你可以針對學歷 針對收入 做進一步的分析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額外再稍微說明一下 這個是剛剛提過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繼續來看 這個 硬體零件的消貨分析 這一題 相對於前面兩題 又更複雜 為什麼 因為它除了說 就是很多欄位之外 它還跨很多工作表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幫我開啟 這一題 PC零件 系統消貨系統分析這一題 那其實 特別出於這一題的話 它把剛剛那一題先關掉 關掉之後來看一下 這一題裡面到底要做什麼呢 其實非常清楚 總共有12個問題 可能是假設啦 假設你們老闆給你一個Data 然後跟你講說 請你幫我把這12個問題 也就是12個報表 幫我做出來 第一個問題很簡單 就是這個企業 它的業績總額 就是它全副的消費金額的加總 那這個公司的資料在哪裡 其實就在這裡 資料主檔 那裡面你會發現 怎麼是空的 對 因為前面就是會有一樣 資料我們要正規化 也就是說 當然一般到你手上的資料 都不是正規化的 也就是說你一定要做一點事情 才會變成你可以用的資料 所以我們前面一定會有一個資料正規化 再來就是做 那個樞紐分析表 再來才是畫圖 所以三個階段 那這個步驟待會兒我會講說 這裡怎麼樣把紅色的區域 全部都把它查出來 所以待會兒可不可以切到前面的那個 只要是 這個不用 黃色區域裡面 這個都是你要自己把它變出來的 就是說像部門名稱 那部門名稱可以從什麼地方查出來 可以從部門代號 部門代號在哪裡呢 部門代號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部門代號 部門代號旁邊就會有一個 所謂的那個 部門的名稱 所以你可以從部門代號去把它查出來 那我們前面講過你可以定義名稱 所以名稱的話我看一下 公式裡面名稱管理員 不過其實這邊好像已經有做一些 一些名稱了 不過為了說我們要知道過程 所以乾脆把這邊全部刪掉算 刪掉一下 我們等一下重建 不然的話有些有些沒有 那你也不知道哪一些是要加 哪一些不要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 那個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裡面所有的名稱先刪掉好了 那我們待會兒需要我們再來建 不需要的話就反正就不用去特別去建立 然後我待會兒再講說這個地方怎麼弄 然後其他的話部門名稱幫我查出來 客戶裡面的縣市名稱幫我查 縣市名稱這邊有縣市代號 所以你可以從縣市代號裡面查到縣市 然後再來的話商品裡面有一個那個商品的 有沒有 分類編號 分類編號這邊有沒有 分類編號這邊也有 所以其實這幾個都是可以從前面的表給做出來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用定義名稱 剛剛還講過 所以後面其實前後都有關聯性 前面你會後面應該都會 只是說熟練不熟練而已 我是建議除了你要會之外要熟練 因為熟練才會變通 很多人不知道怎麼去用就是因為不熟練 好像上課完之後就丟了 當然你就不熟不熟就用不出來 那後面的話呢消 這個後面還有客戶名稱 還有什麼 客戶名稱可以從什麼地方查 客戶代號 所以這邊可以查出來 然後縣市名稱可以從其他地方 反正這幾個欄位把它全部查完 最後的話呢就建立那個所謂的資料主檔 這邊的話全部都可以快速的把它產生 那我們就是把後面的12個問題分別做出來 那包含就是說這個公司的銷售額總共多少 然後呢如果我想知道各個縣市喔 不是全部我是不同縣市 他們在不同縣市的業績有什麼那樣的差異 哪個高哪個低 另外的話呢除了縣市之外 部門不同部門 比如說業務一顆 業務二顆不同顆 哪一個比較強 哪一個比較強 然後呢其他的話還有包含年度啦等等的 最後的話呢找出這個公司的那個 什麼top sale 就是哪一些業務人員 最後可能在年終的時候老闆要頒獎 那我要把top sale把它抓出來 你總不能亂抓吧 OK 哪些是top sale一定是數據說話 所以這12個問題 請各位稍微把題目了解一下 那待會我們就逐一逐一來做說明 尤其是前面先正規化一下 OK先試一下 第一個 所謂的資料正規化 那一樣喔 利用剛剛所講過的就是 把那個裡面黃色區域的資料 因為大部分也是這樣啦 就是一層一層的 我要把就是員工客戶商品 分別把資料查過來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一般現在還是 資料會從資料庫裡面把它倒過來 資料庫裡面大部分設計一定會 大概就會長這樣子 這個資料也是從資料庫倒過來的 那資料庫裡面一定會有編號 那個編號一般叫key key的話就primate key 主要一定會有那個欄位 那個欄位主要就是說 我們查詢會用編號來查 那它有個特性喔 第一個一定要有資料 第二個呢不會重複 就像你身份字號打上去 絕對不會有人跟你一樣的身份字號 不然的話很麻煩了 OK所以一定會有資料 所以你每個人都會有身份字號 也不可能跟別人重複 這樣的好處就是 能夠找到對的資料 完全不會重複喔 OK 那所以呢我們接下來就是說 分別把這些資料呢 把它查出來 那查的話 第一個先針對什麼 針對代號檔好了 因為我要針對縣市 有縣市代號跟名稱 然後部門的話有部門代號跟名稱 那還有分類 這個分類的話就應該是產品 那我要建立三個名稱好了 建立三個名稱第一個喔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這個名稱叫縣市好了 或者叫縣市表 反正這個名稱你自己可以取 這個範圍 所以選的時候呢 記得選那個第二列開始 就A2一直往下選 那名稱給它 選完之後 貼上縣市 Enter 好 那這個名稱以後就叫縣市 那這個的話叫部門 部門的話呢 我就直接把那個部門 把它選起來 部門 然後呢 名稱 把這個底下的範圍選起來 貼上到這邊 Enter 這個叫部門 然後這邊的話叫分類 反正就是會有三個名稱 然後選這個範圍 把它貼上 這樣就OK了 貼上 Enter 好三個名稱 好那我們就針對這三個名稱查詢 應該會查吧 前面都有三個範例了 所以今天呢 你一定要學會V的暗數 對不對 V的暗數 應該做到現在已經熟了啦 四個問題應該也不陌生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 員工 員工怎麼查 員工可以從什麼 員工的哪個地方呢 看一下員工 我剛剛查什麼 查部門名稱 部門名稱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部門名稱 那部門名稱 可以從部門代號查 它裡面有沒有部門代號 看一下 應該是分類名稱 應該是分類名稱 應該是先查什麼 分類名稱 分類名稱 有沒有 分類 分類名稱有分類代號 所以我們可以什麼 商品的這個欄位 查入函數 一樣用什麼 用那個 就是 檢視與參照的最下面一個 第一個問題是 它查什麼 查分類編號 去哪邊查 按F3 去分類裡面查 查第幾欄呢 第二欄幫我帶回來 比對方式呢 輸入0 按確定 它會幫你全部查完了 試一下 箱下填滿 全部查完了 OK 所以 商品這個 工作表就OK了 由分類編號查到 再來切到什麼呢 銷售 銷貨單頭 那這邊的話 總共會有 一二三四 四個 藍位 那客戶名稱呢 第一個有想到 客戶名稱 前面有沒有 客戶名稱 消錯單頭 客戶名稱 客戶名稱 客戶名稱的話 我們可以從什麼 從客戶代號裡面查 那可是問題喔 代號檔裡面沒有 所以你就切到那個客戶裡面 客戶裡面也沒有 客戶裡面也沒有 客戶裡面有耶 好不好 剛剛好像縣市 我看到員工裡面有沒有 員工裡面也還有一個 我跟正一下 應該是前面還有一個 部門名稱先查 對這個部門 那部門名稱怎麼查呢 可以從部門代號 部門代號 在這裡 所以一樣 插入函數 或者這個 檢視與參照的VIRU函數 然後查的話 按確定 去查哪裡呢 查部門代號 去哪邊查F3 去部門裡面查查看 然後呢 幫我帶回來第二欄 然後完全比對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 向下填滿 全部查完 再來客戶的話 縣市名稱 那縣市名稱的話 可以從縣市代號查 縣市名稱 縣市代號 看一下縣市有沒有 有縣市 所以可以從縣市裡面查 一樣 插入一個什麼呢 如果前面用到很多次 那個VIRU函數 我建議你剛才最近使用過的 最近使用過第一個就是了 最近使用過這個類別 然後第一個問題是 你要查什麼 查縣市代號 去哪邊查F3 查到縣市裡面查查看 幫我查第二欄回來 並且把它輸入0 完全比對 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就OK了 商品部分 然後再來的話 試一下 什麼呢 接下來就是銷貨單頭 那一個一個來看 客戶名稱 可以從那個 客戶代號去查 可是客戶 有沒有建立對照表 好像沒有耶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 客戶對照表 建立起來 不過客戶的對照表 它的範圍比較大喔 它是從 那個A2一直往 往右往下 所以我剛剛講過有沒有 如果你要很大範圍 還記得吧 游標先放在A2 然後呢 Ctrl-Shift向右 Ctrl-Shift向下 這樣就OK了 那你以前的方法 我是建議 你可以慢慢不要用 因為我覺得那個方法 真的不OK 然後呢 這個名稱的話 也就叫客戶表 這個叫客戶表 所以你就打字 打一個那個客戶表 那記得喔 打完字 因為很多人是用那個 新數音喔 所以有的時候 你打完之後喔 一定要記得什麼 一定要Enter兩下喔 不然的話 你好像第一下是輸入 Enter第一下是輸入喔 按第二下才是 真的是建立這個名稱喔 之前有同學是 按一下 以為是有輸入了 結果離開 沒有 沒建立什麼 因為新租印的關係喔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在 銷貨單頭裡面 客戶名稱 就可以插入 那個 然後找什麼 用那個V卵數 查他的 什麼呢 可以從客戶代號 第二個的話呢 去哪邊查 去F3 去客戶表裡面查 第三個哪一欄 特別重要 你不能選第二欄喔 如果你選第二欄的話 查回來的會是錯誤的喔 因為之前我馬上都是第二欄 但是請注意喔 這應該是第幾欄呢 如果你不知道有個方法 請你再把游標 點擊上面客戶表 或者你先算一下 他會出現客戶 剛剛客戶表 那因為我們V卵一定是查 如果比對的話一定是查第一欄 所以比這個 客戶代號 那以前我們是第二 對啊 客戶名稱 還是第二 我一直以為 我看成是這個欄 如果是限制名稱的話 那你就是後面的欄喔 以後如果很多欄 你可以指向其他欄 剛好第二 OK那輸入0就可以了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那限制名稱的話 限制名稱其實喔 可以怎麼樣 Copy Ctrl C Ctrl V 然後把什麼呢 把這個二改成多少呢 二改成 一二三四五 對 會舉一反三 那表示OK應該要懂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一二第二對不對 三四五 你就把它貼過來之後有沒有 把這個改成五就可以了 他改哪一個啊 改這個二 改成五 Enter 找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你貼過來喔 他會太主動了 自動幫你把那個什麼 B改成C了 所以記得改回來 OK如果你是從那邊貼過來 因為你say喔 就這樣 他會自動幫你加一個了 那一欄自動變到下一欄 你就把這個改一下 打勾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OK了 那員工姓名的話 可以從哪邊查呢 可以從員工帶 我看員工 有沒有員工表 好像沒建 所以一樣把員工表 建一下 員工表怎麼建 A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後我就是把那個員工表 員工兩個字偷懶一下 先複製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後呢 一樣把這邊改成叫員工 加一個表 習慣上就多一個表 改成一個對照表 好 然後呢這邊的話呢 就是 再去查那個員工姓名 一樣插入最近使用過的微軟函數 然後查什麼 查員工代號 去哪邊查呢 F3 員工表 第幾欄呢 第二欄 剛好 2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 0 OK按確定 員工又查過來了 部門的話可以根據 哪一個呢 部門名稱 這邊有沒有部門代號呢 沒有部門代號 那怎麼辦 好像有個地方 客戶是不是 我看 客戶編號裡面有沒有 縣市名稱 有 所以其實你可以從什麼 如果 縣市名稱裡那個沒有代號 你可以從什麼 從客戶名稱一樣可以查 所以呢我們一樣 看一下 部門名稱 在員工 員工 應該是這邊 剛剛看錯了 應該是縣市名稱 這是部門名 部門名稱的話 我看一下 員工 這個應該可以從部門代號裡面 員工代號 不對啊 在這裡 員工裡面 員工表裡面 OK 所以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從員工代號 裡面呢 按F3 然後員工表 員工表裡面呢 點他一下 我們是 12345 所以一樣是第五欄 所以剛剛貼上也可以 再來改 或者你重做一遍 按確定 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 那個 銷貨單頭 就OK了 再來的話呢 切到這邊 後面的話 不過再來商品名稱 會比較容易查 云失敗 商品名稱我們看一下 可以從哪邊去查 產品代號 那產品呢 我們來看商品 這邊有個商品 所以建一個商品表 這個 把這邊一樣 Ctrl Shift 向右 向下 然後呢 這邊的話 叫什麼 商品表 加一個商品表 好 這樣的話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 把這邊 去找商品名稱 產品名稱 不過會有個問題 你會發現呢 這個名稱 在哪邊呢 MB486 這個名稱 在商品裡面 好像沒有這個東西 它沒有MB開頭的 只有接近的名稱 只有接近的名稱 所以特別說 這邊如果你用剛剛 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輸入0 那一定會找不到 所以怎麼辦呢 輸入多少 找接近的 輸入1就可以了 如果那個名稱沒有一模一樣 但是有接近的 那我們就輸入1 OK 所以要特別注意 這一題 可能是一個陷阱 商品名稱 然後 Vilo函數 那第一個 是用代號去查 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我們剛剛 有建立一個叫做 商品表 第三個去哪 哪一個欄位 欄位的話 這個是名稱 這個是代號 所以一樣是第二 輸入2 那比對方式的話 特別注意 就是輸入0的話 你會發現 之前有同學是輸入0 輸入0 按確定會怎麼樣 它會出現NA NA的話 就是 Not available 那前面緊字號開頭 就是錯誤訊息 錯誤訊息 後面就是跟你講說 找不到資料 那怎麼樣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 以後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把1 把0改成1就可以了 1意思就是說 我幫你找接近的 如果你找不到 你幫我找接近一點 就可以了 不一定完全一樣 但是如果說有一樣的 你一定要輸入0 你不要每一次都輸入1 不然的話 有時候 反而找到的資料 會是錯誤的 OK 按確定 向下填滿 找到接近 結果完全不一樣 這個可能有時候 你要稍微做判斷一下 查詢資料 0跟1的差異 再來的話 單價 單價在哪裡呢 其實 我們可以從這邊找到 然後另外的話 還有名稱等等的 所以請各位後面欄位 分別再試試看 找找看